海昏侯墓中 他本是昌一王 后来汉昭帝刘弗林 二十一岁就去世了 由于还没来得及生儿子 当时的权臣霍光 只好辅佐刘赫为皇帝 刘赫当上皇帝之后 光荧无道 天天饮酒若乐 仅仅即为二十七天 就做出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荒唐事 将朝廷闹的是天翻地覆 霍光非常后悔 认为自己服错了人 于是又与大臣们一致 上书太后下诏废除刘赫的皇帝之威 就这样可怜的刘赫 还没当满一个月 但皇帝就狼狈下台 因为在朝廷上的荒淫无道 刘赫连自己的王位都没有保住 直接被宣执为民 后来汉宣帝即位 此时昌业国已经被废除 刘赫还比较聪明 在被囚禁期间一直老老实实 汉宣帝本来对刘赫非常不放心 但是听看守刘赫的官员 趁刘赫已经成为了一个废人 也就不再害怕了 干脆将刘赫封为海昏侯 后来刘赫因为被朝廷中的仇敌诬告 与朝中全臣有网派 于是汉宣帝便消了刘赫三千户十亿 结果刘赫遭受打击 一病不起 去世十年仅33岁 因为刘赫的身份十分的特殊 因此考古人员在对海昏侯墓葬 进行挖掘的时候也格外的小心 既充满了期待又有一些不安 不知道海昏侯墓葬中到底会有什么文物 2011年到2015年这四年间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海昏侯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挖掘 出土了一万多件文物 虽然海昏侯刘赫在政治上毫无地位 但是日常生活却十分奢侈 还有许许多多的竹简文献等等 海昏侯墓着实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后来在墓中又发现了两架编种 一架编青 琴 色 排销 声和众多的继乐用 形象再现了西汉猎猴的用乐制度 出土的偶车马特别是 两辆偶乐车与实用安车 吊车 为西汉猎猎的车鱼制度 做了全新的诠释 大量工艺精湛的挫金银 高筋 油筋车马器 乐器和图案精美的机器 显示出西汉时期手工业高超的工艺水平 最有意思的是在海昏侯墓中 竟然发现了儿童玩具 墓中发现的玩具 包括一件带滑轮 可人力千眼的虎形青铜器件 疑似过家就使用了微缩版青铜虎 那么这些玩具究竟是谁的呢 当考古人员发现一枚金印才解开了这个秘密 原来这枚金印上刻着刘冲国印字样 经查史料这是刘鹤的儿子 他的儿子还没有成年变腰折 因此墓中的玩具是刘鹤儿子的 刘鹤对这个儿子非常宠爱 刘鹤儿子的突然妖蛇 恐怕也给了他不小的打击 再加上政治上的不顺心 所以才导致了刘鹤的去世 如今些年的时光已经流逝 海昏侯墓的主人都已经化为了白骨 而无数的历史文物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在诉说着那段不平凡的历史和墓主人 曾经经受的辉煌和屈辱 如今海昏侯墓在考古历史上已经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以此金城未代表的海昏侯国 都和以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为代表的墓葬区 是中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 保存最好 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 是重要的国家及历史文化遗产 是研究西汉侯国历史最独特的大遗址 参考人县 千古悲催帝王侯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